好TBS聊国际这个单元呢 今天我们要带来来关心到 是其实现在全球都面临到 这个台风或预风的侵袭 我们就来看到了佛州 其实刚刚在留言区大家也说 也许威廉士也可以去佛州 来帮我们做特派报导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先来关心到这个预风的最新动态 这个意大利亚预风呢 其实预计在8月30号当天呢 会登陆美国的佛州大湾 而且他有可能再度升级哦 升级到四级飓风的威力 而且有14000名的居民是受到影响 而且其实这个台风这个飓风 会影响到当地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甚至当地的气象单位就说 这是百年来难得一见的紧急事件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做好相关的准备 尤其佛州的州长就说了 现在真的必须要撤离是时候了 而且有14000万的 1400万的居民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这个风炮有可能引发了洪水灾情 危机性命 赶快大家往比较地势高的地方来移动 尤其他有可能掀起了4.6公尺的巨浪 当然狂风好以是少不了的 而现在佛州已经有40多个学区停课了 还有坦帕国际机场也关闭了商用营域 然后还有很多的工程人员警卫队都赶快 而当地其实有一座岛屿叫做雪松礁 现在因为全岛有可能遭到淹没情况 所以岛上大概有700多名的居民都赶快避难 巨风意大利亚还没登陆 美国佛州已经出现狂风暴雨 更恐怖的是意大利亚还会继续增强 最大的风速将超过17级 逼近朴幅式的风力分级上线 预估当地时间周三晚间会以四级飓风之资登陆 当局就警告飓风会引发3.6公尺高的风暴潮 沿岸地区已经开始淹水 佛州已经有28个郡下达撤离令 最危险的就是坦帕湾西北方约120公里外 住着700人的小岛雪松礁 四面被海水包围全岛恐遭灭顶之灾 陆地上不安全有些人干脆选择 留在船上避难 家当搬上船不怕家园被毁 佛州州长迪尚特就警告 意大利亚的预估强度不断上修 将是150年来袭击佛州最强的飓风 灾情恐怕远远超越去年夺走149条 人命的怪兽飓风E-N 严重威胁 生命安全 不過相对台湾我们说 东部啦或是恒春的风雨来说 北台湾在今天尤其是台北市 看起来似乎是无风无雨 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汗式呢 原来是有这个巨树倒塌 而且呢也导致了大约年月60岁的 退休游览车的驾驶 他刚好经过了这个台北市的 中山北路一段 就刚好就碰到陆市突然折断 砸到他的头 送衣不至 不过没风没雨 怎么会导致这种汗式 是不是张官单位必须来检查呢 骑在慢车道上 突然人行道的陆树青岛 一名白衣骑士当场被树干砸中 连人载车重摔倒地 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 一旁的外送员 吓坏了紧急刹车 柏佑路上有大片血迹 救护人员到场 紧急帮伤者急救也拉起封锁线 在后面目睹一切的歧视 回想当时状况仍然余悸有存 我看到的是他刚好正中他的头 然后阿伯是整个人被压着 然后像弹弓一样弹出去的 我就在阿伯的正后面啊 如果我再稍微快一点 我可能也会也会那个 陆树倒塌意外 发生在30号中午11点多 这名67岁的灵性骑士 从新北市新店 要到中山区的亲戚加普渡 没想到却在中山北路一段上 被倒塌的路树砸中 头部重创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从已急救后 人宣告不治 没有办法接受我爸爸离开了 接获死讯赶到派出所制作笔路 死者的女儿难以接受 父亲只是去浦渡却遇上死结 这层融合的路树倒塌后 占据整个外侧车道 公务局人员获报道场 用电锯切开树枝 这才恢复交通 初不了解这个风箱树 树林已经超过20年 去年才刚巡查过外观没有异常 不过这回圈圆树干内不腐朽 树体无法承受外力 才会断裂倒塌 属于不可预期天灾的部分 那后续我们会针对 我们行道树的一个 鉴检的方式 或者说我们树木的一个维护管理 我们会再来做一个精进跟检讨 公务局强调有投保 行道树意外嫌 已经先发放一万五千元的慰问金 造成死亡有六百万赔偿金 直明明去年才巡查 如今酿成一死悲剧 要是不好好检讨 难保下回又有人 因为树一倒痛是佳人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